哈啰,大家好,我是浩瑋 今天要跟大家聊的这档个股 在存股名单里面也算是榜上有名的公司 不过最近半年,股价却创下四成的跌幅 这让很多人都在担心 是不是这间公司出了什么问题 等一下后面会跟大家说明几个重点 一个是这段时间股价为什么会跌这么多 再来是该怎么去判断自己进场的价格 是不是合理或是有太高的情况 毕竟即使是好公司 也是要有一个可以接受的合理价格 还没有订阅的人,记得帮我按下订阅哦 谢谢啦 一开始先来看这间公司 最近半年多来的股价走势 可以看到从去年8月 超过500块的高档开始往下跌 到最近收盘价只剩下310块左右 半年就跌了四成 如果看到这几年ROE的数字 可能会觉得高股价搭配高ROE 是一件蛮合理的事情 那为什么会跌这么多呢 我们再往下看吧 我们来看最近几季的ROE 还有就是把股价拉到7涨前来看 可以发现该公司在前年疫情爆发的时候 因为工厂停工 受到相当大的影响 但是在复工之后 营运突然开始爆虫 可以看到2020年第二季跟第三季 单季的ROE都在10%以上 第三季甚至高达17.6 还记得我们有提过一件事吗 就是当公司营运出现突然变好 或是突然变坏的情况 就要去判断这是不是常态 那以这个例子来看 在疫情严重的时候 单季的ROE只有0.56 跟过去每一季平均6%7%比起来 算是很不合理的数字 那造成这么低的原因 就是因为受到刚才所说的停工影响 那这时候就要去想 这个停工是常态性的吗 会不会有复工的一天 搞清楚之后 我想答案应该蛮好理解的 再来就是第二季跟第三季 在复工之后 因为短期的需求大增 所以连续两季的ROE 都有两位数的表现 不过重点还是在于毛利率 可以看到在疫情之前 该公司的毛利率 大约都在35到40%之间 但是这两季 却是高达45 以及48%的毛利率 这时候一样也要去思考 这种情况 在未来会不会是常态 如果有去了解 为什么暴冲的原因 那么就会知道 这样子的数字 并不会是常态 从过去几年发展的趋势来看 一年的ROE 应该是在30%上下 算是比较合理的数字 如果按照刚刚这两季的数字来算 一年可能会到50-60% 这样子一听 就知道相当不合理 所以在估价时 我们就要以当前 合理的状况下去评估 才不会因为表现好 就搞估 表现不好 就低估 看到这边 有人或许会觉得 那当第三季财报出来之后 如果估出来的价格太低 不就没有机会参与后来的这一段 300-500块的涨幅吗 其实这个就看个人 怎么去衡量这个风险 我们实际来算一下 你就会知道了 2020年第三季财报公布的时间 是在11月11号 当时的股价 大约是在300块左右 我们拿该计的数字 来简单算一下 可以看到当时 算出来的股灾价是240块 而合理价是308左右 那300块的股价 算是在合理价以下一点的位置 这时候投资人就需要去衡量 这样子的风险 自己能不能承受 如果可以承受的话 就可以考虑在这个位置进场 当然 如果你觉得 万一这时候发生股灾 股价会从300 跌到240 这20%的跌幅 若自己没办法承受 那这时候 就可以决定不要进场比较好 过去我在频道中有提到 别人没办法帮你决定 你能不能买 因为公司价值 算起来都差不多是这个数字 唯一最大的变数 就是投资人自己 可以接受的风险有多大 这个就不是其他人可以帮你决定的 一切还是要以自己的情况 下去考量 这也是为什么 我在谈完一档股票的状况之后 没办法跟你说能买 或是不能买 因为每个人除了对价值的认定 有一点差异之外 最大的不同 就是对风险的承受能力 也都是不一样的 如果你对公司的价值 或是自己对风险认知有不足的话 建议先不要投资个股 会比较好 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 即使是不错的存股标的 也是会跌个四成 甚至五成以上 都是有可能的 通常我们在爆股的过程中 一定都会遇到大涨或大跌的情况 有时候是外在市场的因素 有时候则是公司本身的问题 那以台股最近半年的走势来看 其实还是微幅上涨的 这时候会下跌四成的股票 基本上都是自己公司本身的问题 这时候投资人该做的 就是去找出下跌的主因 然后去看原本的估价 是不是需要调整 接着我们来看另外一个时间点 就是今年第一季财报公布前后 股价都在450块上下游走 这时候还适合进去存股吗 我们看一下近期公布的资料 虽然说去年第四季跟今年第一季 都比之前同期的表现要好 但是可以看到ROE跟毛利率 都已经有下修的趋势 所以我们的估价也需要做一点调整 那在调整之后 股债价为262块 而合理价为337块 那以当时的股价 大约在450块上下的话 明显是高于合理价蛮多的 所以如果想要投资 这个风险 就必须要把它考量进来 不然以现在310块的股价来算 这样子也有超过三成的跌幅 我想 这就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承受得住的 谈完了前面两个价格跟价值的状况之后 再来就是换看一下 最近不断往下的股价 到底要到多少 才是比较合理的数字 看到这边 先公布一下这档股票的名称 是1256的鲜活国资KY 其实今天本来是要制作 各股存股观察的内容 但是后来在整理资料的过程中 发现这档股票 最近一年多来的走势 有蛮多可以谈的地方 所以就决定 用当时的股价 搭配最新公布的财报 来谈谈不同时期的当下 该怎么去考量进场的风险 我觉得这个会比单纯了解一间公司 要来的重要一点 不过因为资料已经做了 加上已经花了一些时间说明 所以接下来 我会用比较快的方式来带过 包含公司的现况 好股票条件 最后 再来讲一下股价的验证 至于目前合理价多少的部分 我会把估价的数字 连同公司的财报档案 一起放到会员的社群里面 当做是学习参考的用途 有兴趣的人 欢迎加入频道会员 首先个股现况的部分 这边有几个重点 一个是公司上市的时间 并没有很长 然后每年的配息率也不高 所以可以看出 公司还是处于高速成长的时期 再来是专注本业的比例相当高 达到97% 那该公司目前主要三大产品 分别是果粒、果汁以及果粉 其中又以果粒的占比最高 达到六成 至于月营收的话 可以看到除了前年 受到股灾停工的影响 其他的营收数字 都能有同期成长的表现 这代表不管是公司 还是市场 都具有一定的成长性 那在年报的资料中 公司有提到 目前的客户都在中国大陆 产品是以经销通路的方式 销售至全国各个地区的饮料店跟餐厅 所以100%的收入都是来自中国 虽然是这样子 但是因为该地区的内需以及消费 正处于高速成长的阶段 再加上茶饮料市场的产品丰富 消费人口也不断的在提升 所以成长性的部分 并没有什么问题 而且除了内需之外 公司也看到海外市场对茶饮的需求 正在逐年提升 所以也开始积极的进行布局 目前已经取得美国 以及东南亚等十几个国家的销售资格 虽然说竞争也因此跟着加大 毛利可能会被进一步压缩 但可以确定的是 这个市场仍然有相当足够的成长空间 配息是否稳定 近8年的平均配息率 大约在5成左右 可以看到最近5年 EPS从7.76 成长至前年的23块 今年前三季 这已经达到20块 看来要连续6年的成长 并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再来是毛利的状况 因为台股中并没有相同业务性质的公司 所以我们还是以观察自己的数字为主 可以看到鲜活过去的毛利率 大约是落在28 29% 最好也只有31%的表现 不过最近几年 已经提升到35%以上 2020年甚至高达46% 只是这样子的数字 并没有维持很久 近一季已经回到36% 从这个例子 又再度验证一件事 就是面对毛利突然变好的情况 一定要谨慎的去思考跟判断 确认这样子的数字 是不是短期性的 以及能够维持多久的问题 不然就会像刚才前面一开始所看到的一样 股价会涨很多没有错 但是下跌的时候 也会毫不留情的一次跌个够 到时候受伤的 还是投资人自己 所以像这种毛利率正在往下修正的公司 在估价时 一定要特别的留意 避免有高估的情况发生 像这边所看到的 公司已经连续四个季度 毛利率从48.9 一路修正至36.43 ROE是否稳定 这边我直接把3年、5年跟8年 净利有没有跟上的数字列出来 可以发现最近几年的表现都很不错 净利也都可以跟得上 代表成长性并没有什么问题 至于计表的话 第三季的营收跟去年同期 以及前一季相比 都是成长的 但因为毛利率下滑不少 造成单季的净利 只有2.63亿 跟同期的3.93亿 减少了三成 这也让该季的ROE 只有9.43 明显是不如过去的表现 虽然跟疫情前相比 这个数字一样有成长 但跟原本将近五成的毛利率 这种高度期待相比 自然就会在心理上 产生很大的落差 因此股价也很难在高估太多的情况下撑住 最终还是要回到一个合理的区间内 合理价格验证与计算 我们先从2020年的股灾来做个验证好了 在当时 因为19年的年报还没有出来 我们手边有的资料 就是18年的年报 跟19年第三季的季报 那么就用现有的资料 来去做个预估 先来顾一下ROE的部分 近世纪的ROE加起来为27.61 而最近几个月的营收 1月跟2月都是减少的 分别少了2成跟8成 2月会减少这么多 是因为停工 那因为停工并不会是常态性的 所以在预估ROE时 向下修正的幅度 就不会抓太大 这边我是取26% 那禁止的话 2019年第三季的禁止 是57.97 我们把57.97放进来 这样子计算出来的预估EPS 为15.07 那15.07 再去乘以当时股灾最低本益比 是10.37倍 这样子算出来的股灾价为156.3 而股灾最低是跌到159.5 这个价格也算是在10%的误差范围内 再来另外一次的验证 是发生在2018年第四季的时候 这次验证比较不一样的是 我们就直接把当年度的资料套进来 看看准不准确 2018年的ROE是26.73 我们把26.73带进来 禁止的话 股灾最低点是发生在2018年第四季的时候 那第四季的禁止是56.74 我们把56.74放进来 这样子计算出来的预估EPS为15.17 15.17 再去乘以2018年股灾时 最低的本益比是10.86倍 这样子算出来的股灾价为164.7 而股灾最低是跌到124块 这个价格看起来 已经有超过10%的误差范围内 我想这是有原因的 还记得我们说过股灾发生的时候 是以当下的价值为主吗 过去我们在验证2018年的股灾时 通常都是直接拿该年度的数字下去计算 但问题是股灾当下还没有公布这份资料 以这个例子来讲 10月12号当时只有第二季的财报 所以正常来讲 我们手上只有第二季的数字 因此正常的估价还是会以这个季度为主 那会产生超过10%的误差 是因为2018年第二季的禁止只有50.87 跟第四季的56.74也差了超过10%以上 自然这样子算出来的价格 就会差的比较多 那我们把禁止换成50.87之后 算出来的股灾价已经下修至147块 离124有近了一点 不过中间的差距还是有超过10% 我想这也是这种估价方式的小问题 就是无法得知市场的情绪 这个124块是当天盘中的最低价 最后是收在130块左右 而在这个之后 可以看到股价就一直在140块上下震荡 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 2018年的股灾有蛮多股票是跌到12月底 就连大盘也是在隔年的1月4号才创下低点 而1256的鲜活却是在10月12号就落底 之后就维持在一个区间内游走 这也在印证了我们之前所说过的一件事 就是公司的价值已经到了 就算市场还在修正 自己在跌的空间也已经很有限 除了有不理性加极度恐慌的因素干扰 就像2000年跟2008年那种 才会有偏离公司合理价比较多的情况出现 不然像最近10年所发生的股灾 这种下跌还是会以公司的价值为主 也就是公司的赚钱能力 那之前有人问说 要是在发生像2000年或是2008年那种状况 该怎么办 这两次世纪大股灾我都有遇到 我只能说只要公司没有问题 赚钱能力还能保持一定的水准 那就可以安全地度过 股价最终还是会回到该有的价值上面 投资人基本该做的就是确保公司的营运没有问题 这个才是面对股灾比较好的态度 合理价格计算 这边股灾价跟合理价的估价资料 我会连同财报一起放到会员的社群里面 有兴趣的人可以去研究看看哦 以上的资料给大家做个参考 好,如果你还有其他问题 记得在影片下方留言 还没有订阅的人 记得帮我按下订阅哦 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边 我们下一支影片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